大家好! 我之前曾經數過 10出 去年 我覺得 比較好看 我會翻看的戲 跟大家推介過 說完好東西 當然是 所以這次我數出五出 我覺得是相當失望的戲 我在年中看過很多很爛的戲 這幾出不一定是爛的 只不過是令我失望 也有可能是我對某些好戲的期望過高 所以 不能達到預期 令我有些失望 不一定代表是爛的戲 但這幾出戲 有幾出也是 又難 又令人失望 所以是一個很離譜的階段 待會跟大家數一下 我倒數 首先第五位 就是 The Hobbit The Desolation of Smaug 就是蝦給人第二集 我不知道中文如何翻譯 這個蝦給人系列 其實第一集 我都相當喜歡 很多人說不喜歡 我覺得可以 那些人又說慢 魔界就是這樣 你想怎樣 哈哈哈哈 那些人說 這個蝦給人第一集 他怎麼說 頭的半段 進展很慢 又在唱歌 我也覺得他是慢 但魔界一向都是這樣 你看看魔界第一集 其實他也很慢 他之前也搞很久 又放炮掌 又放煙花 搞一大輪才出發 其實也是這麼慢 他出戲好看 我就不會太過計較 其實我也很介意 這些戲太長 但看魔界 那些蝦給人 我從來不會覺得太長 那片場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為何放在這個 我覺得失望 因為我對他的期望相當高 因為我第一集也喜歡 所以第二集我對他的期望是高的 那出來的效果 就是很多其他人說 第二集比第一集好 但其實我是覺得失望 我覺得沒有第一集那麼好 因為我覺得第一集 他最好 最強的就是那個主角 那個Martin Freeman做的蝦給人的角色 我覺得他出色過魔界的Frodo 因為Frodo基本上是一條灰柴 你說到那一齣戲 經常說他如何勇敢 如何細小粒 很堅強 我看這齣戲真的不覺得 廢得爆燈 但那個Martin Freeman 雖然他很細粒 但他真的會演出那種霸氣 他真的會拔劍出來和別人抽 又真的抽到 有些了解 這個蝦給人2 我覺得他太少了他的戲份 我不知道是不是導演 可能受壓 很多人批評他不能夠那麼長 那齣戲很悶 節奏太慢 所以第二集是比第一集短 所以可能剪掉了一些東西 我不肯定 但感覺上 很多打鬥都好看 但主角的氣氛 我覺得真的太少了 他唯一獨特的位置 我覺得是他和那隻龍 在聊天那一段 不足夠 我覺得整齊戲 整個蝦給人的系列 最精彩的就是這個角色 不能夠那麼少的氣氛 所以在這方面我是非常失望 但說回來 這齊戲我覺得是好戲 無論是蝦給人第一集 第二集 我覺得都是很好看 但每天出碟我會買 第四位是Now You See Me 我不知中文叫什麼 我忘記了 即是說變魔術的出 其實最初我對這齊戲有極大的期望 因為他雖然沒有超級巨星炸旗 不會有Brad Pitt 但是 他雲集了很多我很喜歡的演員 有Jesse Eisenberg Ila Fisher Woody Harrelson Morgan Freeman Michael King 這些人 如果在別的戲 隨便有一個他們做配角 我都會看 他們集在一起做主角 我當然會很大期望 而且你看他的預告片 你都感覺到 他是推銷智慧型犯罪 那種套路 而事實上他也是 因為他的結局會突然開股 原來是這樣的 還找不到你的品 結果令我失望 因為我覺得他實行得不好 這些要人要估計的話 如果要人估計的話 你中間那些細節 之前那些鋪排 每一個細節都要做得到 除了做得到 你還要覺得實行得到 他就搞得非常複雜 你會覺得 整件事 其實你可以簡化很多 你騙人還騙人 你簡化一點 做得到的效果 就不會有人這麼笨 搞得這麼複雜 因為你隨便一樣 整個計劃就變成了 另外 他那些魔術 你會覺得 根本實行不到 你怎能叫我估計 因為他的魔術 已經超越了魔術 去到魔法 就是Harry Potter 那些地步 例如他其中有個角色 他是可以催眠人 或者他觸碰人 可以令別人說不話 令別人暈倒 這些不是魔術 甚至不是催眠 最厲害的催眠家 也不能說 觸碰人暈倒 哪有可能 所以 雖然這齣 我都覺得是一齣好的娛樂片 也是值得看 我自己也回看過 但是 比我本來的期望 是有落差 第三位 Kick Ass 第二集 第一集 我很喜歡 因為有很多原因 他的角色還可以 最多人說的 當然是那個 小女孩 是否指天招 中文 我不知道他怎樣翻譯 但是我覺得第一集最好看的 其實就是那個小女孩 跟Nicolas Cage 即他父親之間的互動 你會很喜歡這兩個角色 你會覺得他們需要在一起 所以當那個父親被殺死 最後那個小女孩去復仇 那一大段 你會做到那個氣氛 你會覺得是好看的 你會覺得 構成那個緊張 劇力 在這裏 雖然現在那個Nicolas Cage 經常拍攝爛電視 經常拍攝爛電視 但 這個Kick Ass 第一集 我就覺得他做得好看 但第二集的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了他 因為他已經死了 他沒有了這個角色 又沒有人填補到 他那個導演也想填補他的空位 找一個老一點的演員來做他類似的角色 找了Jim Carrey做街坊補長 但是這個角色沒有那麼吸引 因為他跟那些主角之間沒有緊密的關聯 不是他父親 所以 變成閒角 而事實上的氣氛也是少 所以 Jim Carrey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廢 是幫不了出戲 所以 你只得到那個 勁抽合和小女孩 我覺得 不太能夠出戲 所以 基本上 不要看整齊東西 就散 不斷有些事情 在打架 有時候玩一下鹽花 說一些青少年 鹹的事情 然後到尾 所以沒有什麼好看 那個小女孩 就是小女孩 說髒話 你覺得很有趣 但現在他已經長大了 變成青少年 現在爆髒 說刺人手 沒有了那種驚喜感 所以我覺得 和第一集 差很遠很遠 變成非常普通 非常一般 其實我個人來說 是接近不好看的 所以 也是另一齣令我很失望的戲 第二位 就是 The Last Stand 就是阿諾舒華森力加 繼從政 適應多年 又搞出婚愛情之後 就是重新出來 做主角的第一齣電影 以前 我覺得他選擇電影是厲害的 因為市面上有這麼多 大隻佬 但他以前是有一首的 專門選擇那些 有趣的科幻片來拍 不是每次都打拳 越戰 有些創意 但這齣電影 我覺得他在戲劇 有戲就拍 可能急著復出 不知道什麼 不是科幻片 故事也平平無奇 當初 看這件事令我有點失望 但看導演 又令我回復一些信心 有多少期望 因為他找韓國歌 金之雲來拍 那個人之前拍過 《I saw the devil》 《Tale of two sisters》 那些都是一些 不是我很喜歡的電影 但也是 受到尊重的電影 所以我想應該都可以吧 但他這齣電影拍出來 好像有一半是動作片 有一半是想搞笑 但又不好笑 搞到有點兩頭不刀 動作又不是特別勁抽 而令我最失望 我真的不能夠了解 為什麼這樣安排 就是這齣電影 我真的沒有數過 因為這齣電影太悶了 我沒有時間回頭去數 我當初看的人 起碼在感覺上 就是這齣電影 就是看阿洛書華森力加 他是賣點 你這齣電影 你怎會不斷說其他配角 你整齣電影 不斷用鏡頭 zoom著他 就對了 有什麼理由不說他 才行 所以 我覺得這齣電影 不能接受 至於第一位 香港真是威風 哈哈哈哈 香港片 逃出生天 我覺得彭氏兄弟這兩個人 真是廢得爆燈 他是很多很多年之前 不知道有沒有20年 至少十多年 那出鬼眼之後 這麼多年來 就沒有出好戲 唯一一出 我覺得勉強可以接受的 就是那個私家偵探 後來那些什麼 B家偵探 和同謀 都不行 都是垃圾 那他這齣電影 我都已經 對他沒有什麼期望 因為這兩個人拍 但是念在 咦? 你找到 男神 劉青雲來做 因為他小產 我不是說女人小產 那些 不是說大腿流血 那些 他已經不是拍很多戲 我想他 無論如何 會選戲 會選得謹慎 而且又加上 有古天樂 有李心潔 大卡士 你拍出 大製作的災難片 扔大錢 應該可以 誰知道這兩個人 彭斯兄弟 是厲害的 他這樣都可以拍出 悶氣出來 你卡士那麼強 你可以弄得 慢鏡 和紋氣 真是悶得抽筋 劉青雲也救不到你 離譜成這樣 所有主角和配角都不好看 包括劉青雲在內 你可知道這些 所有人 全部都死在火場 觀眾都不會有什麼感受 老實說 這些東西 比起很多年前的十萬火急 起碼差了幾百個身位 我這麼說 拍攝這些災難片 其中一個最重要就是特技 十幾年前的十萬火急 那些特技當然差很遠 片場其實也長很多 他的節奏可能不太明快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之前起碼一小時至過半小時 都不在火場裡面 最後的一小段是進了火場 出不來 但其實沒所謂 因為那些角色很好看 他多文氣 你也覺得很好看 劉青雲加上方宗信 就是好 所以後面的火災 你會看到緊張 會有追看性 我看過很多次 我從來不覺得悶 這齣是很好看的 但這齣 你看一次也嫌多 你的片尾完 我真的有種逃出生天的感覺 我覺得這齣是唯一可取的地方 他貼題 真的逃出生天 這齣我極不推薦 他又爛 我對他完全沒有任何寄望的情況之下 都依然可以令到我失望 你說他多好